您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Tnews联播网 我是主播林方暖 新闻开始带您关心的是 因应极端气候 政府进行多元水资源开发 高雄市长陈其迈 陪同总统蔡英文 到新达电厂视察紧急淡海机组 并制赠加菜金 慰绕工作同仁 同时紧急淡海机组 预计5月20号起 每天产水1.5万吨 大大提升了高雄的抗旱供水任性 市长陈其迈陪同总统蔡英文 到新达电厂视察高雄紧急海淡机组 听取水利署简报之后 由总统致政加菜金 慰绕工作同仁的辛劳 市长感谢水利署 40天就完成紧急海淡机组 供应高雄用水 堆水勤的预估到6月底 仍然抱持乐观 很乐观到我们6月底 现在大概一天供水量 大概138到139万吨 73万吨是地面水 跟浮流水 然后地下水总共是20加17 20是抗旱水井 17是常态的我们的水井 凤山水库 阿空殿水库是28万吨 所以加载大概139万吨 大概供水正长 陈其迈表是水利署目前规划 在高雄南北各设置一座海淡厂 遇到紧急状况时启动 同时推动新建桥头及男子再生水场 未来供水可以达到21万吨 提升整体的供水韧性 希望说北高雄一个 南高雄一个 平常不用 应该用不到 那紧急状况的时候 开整框 就可以把这个难关度过 那以高雄的状况来看 其实我们的水资源 其实非常的公平 最近在缺水 但是一些科技大厂 他觉得说没有问题 这个要感谢我们行政院蔡总统 我们在前瞻基础建设计划里面 这些对于高雄水资源开发的一个补助 真的是 新拿定长海淡基础 5月20号起 每天供水15000吨 水源已将进入高雄供水系统使用 总统蔡英文要求水利署 要以严谨的态度 确保供水调度一切顺利 请我们的水利署 以最严谨的态度 持续确保供水调度的工作 抗旱的工作还没完成 我们也不能够松懈 要继续努力 那同时呢 我也要呼吁大家 共同节约用水 透过开源 节流调度备源等多管旗下 稳定南部供水 总统强调 抗旱工作还没有完成 不能松懈 也呼吁大家要共同节约用水 不能有些流器 全部agre 参乱